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这样看来朱立伦唯一的对手好像就是蔡英文有机会跟他来PK一下在绿营的部分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在这个绿营的部分是游席坤跟林志佳还要做一个在野整合的民调 那这样的人来看的话还要继续吗 其实游席坤就是长期一直声望就照不起来 所以林志佳才一直挑战他 所以你没有办法至少用这样来处理 因为林志佳民调也有十几 那因为游席坤民调一直拉不开 大概接近二十这样 所以这个确实是游席坤自己的问题 就你已经去年十二月就已经确定是候选人了 到现在都已经半年了 为什么会造势造不起来 而且事实上对他不利的发言也不是我们在讲 是北市很多议员 因为我们上次的资跟蔡英文一起选嘛 那那次因为新北市刚好升格 所以那一次是很多乡政长都过来选市议员 那国民党那一次的配票配票的比较差 所以我们江委员刚刚也讲的对 就是这一次的新北市的议员蓝军是偏少的 那民进党是很多耶 因为上次蔡英文选得很好嘛 所以很多市议员都当选 所以这次大家都在欢乐啊 公主母鸡不够强 那市议员的选举会乱成一团嘛 可是现在到现在为止这个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新北市的议员 我是说民进党的啦 一直希望换一个比较强的母鸡来带嘛 那为什么不换 就现在变成这样啊 对我们要换一个问题啊 之前郭教授提过啊 为什么台北市一定要推柯文哲 其实目的就是为了胜选 不用自己党籍的候选人参选人 那为什么在这个新北市的部分啊 我们不能推出一个最强的对手 可能可能有那么一点点胜选的希望 因为 我可以回答他不方便回答 因为没有人可以 就是最残酷的 哇这怎么会被朱立伦啊 对朱立伦出来在新北市长选举 有谁在民调上看起来 有谁可以过来可以打败朱立伦 没有 就所向无敌咯 没有 所以没有人要出来 要给一个连任的市长 现任的人打的确是比较辛苦 因为现任他讲有政绩嘛 如果现任做得很烂 有弊案或者没政绩 那当然就好打 那如果是现任的人 他有资源是现成的资源 有人马 那如果说又再政绩再好 那又是正通人和很会做人 就我这会强调一点 朱立伦你别看他这样子一副 这个好像很孤方市场的 他超会做人 没有错 他超会做人 而且做人是不分党派的 所以他这个做人的这个功夫 在我们国民党内 无人可出其诱 不要说这个什么 这个江一画 这个吴敦丽 这个马云 做人的功夫还要跟他多学 这点是事实 其实在上一次 那个蔡英文在新北市 在新北市跟朱立伦对决的时候 曾经有很多人 很多这个绿党的这个议员 他们也在讲说 其实我们对蔡英文 那个时候不比现在 那个时候其实对他 还算是有点小陌生 毕竟他在党内 还不是那么的 那么旺盛的时候 虽然是主席或什么的 可是他们就觉得说很奇怪 我虽然跟他没有什么渊源 虽然跟他也讲不上话 可是呢 我只要打着蔡英文 三个字出去募款就很方便 可是你看这次新北市 我想游戏昆选 真的是很难 那个气势 那个各方面 虽然他一直想要 把自己打扮得很年轻 但是事实上又不行 那我觉得说最糟糕的是 民进党想要复制 跟台北市一样的经验 待会持续讨论 绿营真的没有人了吗 马上回来